渔船在海上载浮载沉 船头几乎快沉到海里 不过甲板就算已经全进水 但船上人员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渔船也持续向前行 这段画面在网络上引发讨论 大家都问是船底破洞了吗 影片中的地点就在高雄的中云渔港 网友搞笑po文 说渔船都快变潜水艇了 实际找到驾驶渔船的王姓船长 原来当天出海捕鱼原本风浪不大 回程却遇上大风浪 加上满载而归的渔货 才会有一半船生都浸泡在海里 这5万斤年了 5万斤年了 5万斤年了 除了风液 风液看起来水消不离 我车大车没轻 就这样 也没有载回来 金安检人员询问 船长表示在外海作业时 风浪过大 水进甲板 海水不紧 船上食人均安全 海浪一度拍打到渔船的红线边缘 王姓船长凭着50几年的开船老经验 挺过海上大风浪 但其实渔船上大多配有专业排水设备 以因应海上风浪 有捏到鱼鱼比较重要 有鱼鱼就好了 就我说的 最不要用鱼鱼引擎势力 都基本上都还好 还好这回出海捕鱼没有酿成意外 5万多斤的鱼货 鱼民预估赚进上百万元 只是渔船开着开着都快变潜水艇 也意外成了逗趣画面 民事新闻邓山田刘云纯高雄市报道